收入少 生意差 能否成为他们拘不还款的理由 我每月挣的钱 抛进我吃饭 煮饭 我剩的都给你行 要不你给我找的骨头 有一万块钱 你别给我找九千 我卡都给你 我挣完钱你给我抛进吃饭去 那钱都得丢的 还不行吗 我们是天津市南海法院职业局的 这李宝春有执行的案件 接了吗 你给我们去做一下法院吧 你好 拿了你身份证 拿身份证了吧 口罩戴上 口罩 有口罩吗 这是你房子吗 是你本人的房子吗 租的是吗 租里合同有吗 把租房盒子带着 我不知道 我要盖上 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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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走 走 那我能持着吗 叫我师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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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儿 成才什么责任 我是次要责任 但是这事儿确实是不怨我 我在等正常行驶 它是闯空凳 它不仅闯空凳 无拍无证 酒后加车 不带头盔 它全都占了 并且是在这种 见头的凳的情况下 执行就执行 折管就折管 它不是混星的 后来是 有什么后果吗 这个事故 事故不就造成它受伤吗 我扯量受损 后来这个损失 这一共多少钱呢 损失多少钱 算得烦的 判得挺多的 我也没想到 我赐责一判 判了一百多个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是 您需要赔偿对方一百多万 一神是判我赔九十万 抛去保险 还得赔九十万 二神是判我赔七十多万 这怎么这么多钱呢 我也不知道 判那么多 这钱里头都是什么 是 他做个一级赏谈 不是这官司打完 您上诉了吗 上了 上诉维持了对吧 对 他没有 他给捡了 最后现在您还过钱吗 还过 给过的 保险都给他走了 走了二十多个了 还不行了 您那车没有钱捡是吧 你再来说 我要是有钱我就给你了 我也不是说不给你 我真愿意给你 这个钱现在还差多少没有 差好钱啊 没有 我不是 我收钱最干嘛去的 行啊 你先回来 你一会儿 听我说 一会儿啊 一会儿 你再给你做 做笔录 咱一会儿有骂金话呢 你给我说 有骂苦衷 对吧 行吧 你带马路走得好好的 现在失效了 剩下您现在再说 那个 跟我们有没有说 就得往前看 看看怎么解决这个事 彼此相对不了 跟原本可以谈谈 他如果任何 也了解您的情况 我们帮你一块做的工作 看看怎么 更稳妥的实现 你们双方的利益 听得明白吗 我不是 没事 我不是不愿意给 你让我们按法办 我们就是得按判决办 但是现在也强调 善意文明执行 一会儿申请这些人来了 他如果 我们也帮着您做个工作 如果你确实情况比较困难 你们双方心平气和的谈谈 看看这事能不能做个和解 分期给一下 明白吗 你这么情绪这么激动 也没啥谈 我们也没啥做工作 我不是不愿意给 我拿过出来 那一次性 他就得要 就一次性得拿 还是那句话 您跟我们商量没有用 我们就得按判决执行 这个权力是申请人的 申请人 他如果可以协商 可以还您一波 您可以跟他谈谈 我们也认可 行吗 在这先稳定一下吧 行 这样东西 先我先稳定情绪 好吧 一会儿呢 原告来之后 原告也同意 跟你谈一谈 行吧 再等会儿 本案是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的案件 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在案 申请人申请的执行 在我们后续的执行过程中啊 发现被执行人名下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但是他在事故发生以后 名下的有一辆出租车进行了转让 我们对他自己本人也进行了核实 他也承认 转让的价款是大概是四十多万 我们询问他这个四十多万钱款去了哪 他自称是还了外债 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 我们会对这一部分的线索进行核实 如果一旦发现他有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行为 南海法院执行局 我们今天有执行活动 这个我们代表建筑我们执行活动 有口罩吗 先把口罩戴上 现在穿话你去 我给你拿一个 身份证戴了吗 身份证戴谁 没戴 没戴是吗 行 现在法院传话你去一趟南海法院执行局 我们走吧 门锁一下 这是你的门市店是吧 是你本人的 有照吗 有 有执照 你是叫 对 大家去身份证 我们去拿法院 现在不是搬家吗 先去拿法院 这本盖外卖 现在去不了法院 在你身份证 现在法院传话你 这本里面没有 在法院执行局 现在没有 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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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搬家了就 现在传话你到法院 有事在说 没有 你这不有人吗 有人在搬搬着 你现在跟我们去法院 听明白了吗 抓紧啊 去还是不去 不去 没有 你最好配合一下 我去不去 你去不去 去法院 他现在就去法院 现在收拾去 先去法院 明白吗 这本该办法 去去吧 拿着身份证 身份证带了吗 身份证带一会儿给拉了 带哪呢 一会儿找人给你送吧 先上车 走走走 带上去 一会儿再拿 一会儿找人给你送 你先上车 我先把家里看 我先把家里说一下吧 等一会儿 先上车 先上车 走 我把身份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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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带在哪呢 你先拿走 大人呢是吧 身份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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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先上车吧 一会儿一会儿再说 行吧 先上车 上车 先上车 先上车 先进法院 有油的吗 比较吗 都是 行 做了 民营企业债务案件 集中开展 设民生民企专项执行行动 坚决打击 规避执行 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 依法保障 胜诉当事人 及时实现权益 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的行为 既侵害了 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 轻则会被处以罚款 拘留 刑劫严重 构成犯罪的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 我也正告各位被执行人 一定要认清刑事 积极主动的履行义务 否则 今天我愿意将依法予以打击 下面我们会有各组承办人 分别 问你们被执行人的履行意见 如果今天仍拒不履行的 他怎么样 把那个三天就能帮 三天就能帮 就是现在他需要给你多少钱 你给我算称的 三万零五百 你这个怎么办 他这个 他这个 他这帮到现在 帮了呢 明天就能帮完 明天就 明天就完事了 行 现在真帮了 我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不是 要是不来 就搬完了 早干什么去了 判决什么时候你搬的 现在在搬 已经晚了 知道吗 早就搬了 不是 因为三岁之前 已经我坐了 判决怎么写 判决怎么写 出动了干警 六十余人 供居船和船换 被值得三十余人到厅 通过上午这一阶段的工作 已经到位了十五万余元 我们有些法官现在还在工作着 下午可能还会有到位的金额 另外还有部分当事人 用其他形式表示旅行 比如说准备回去变卖自己的房产 等等这些行为 来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下一步南开法院直行局 还会持续的开展这种专项的